进入数码时代 像素成为了所有摄影师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当然大家都知道像素不是越高越好 而是在足够的有效像素的前提下 像素质量越高而越好 那最近刚好iPhone 14 Pro 采用了4合1像素的4800万像素的主摄 哈苏发布了1亿像素的中画幅 那索尼发布了1030万像素的F27的摄影机 大家好我是七叔 一个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个商业摄影师 那么今天就借着这个契机 我们来聊一下像素数量 像素密度 像素质量和像素合并 以及文件存储的话题 内容创作不易 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哦 首先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是像素数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1200万2400万 4500万等等这样的参数 它实际对应到文件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譬如我们常见的iPhone 8 Plus 是1200万像素4比3的文件 大概是4000乘以3000个像素 那索尼610是2400万像素 是一个3比2的文件 就是6000乘以4000个像素 那佳能EOSAR5是4500万像素 大概是3比2的文件 5464乘以8192个像素 很显然前面这个1200万 就是这个后面的4000乘以3000的成绩的总和 那看到这里很多小朋友就说了 这还要你说 那千万不要着急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加速了 那像素密度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dpi 就是每英寸的点数的概念 也就是一英寸的长度里有多少个像素点的一个参数 那实际应用中比较多的比喻有显示器的像素密度 以及打印机的扫描精度等等 这个参数也是建立在像素数之后的第二个关键维度 学过计算机设计的小伙伴一定不会陌生 而很多新手肯定会很奇怪 为什么他的相机拍出来是72dpi 而别人的相机拍出来是300dpi呢? 譬如一张照片是1200万像素 也就是4000乘以300个像素点为例 如果使用72dpi的参数去显示或者打印 那么映射到实际的尺寸将是141乘以105厘米 那么如果说使用300dpi的参数来显示或者打印 那么映射的尺寸就是33.8x25.4厘米 那么一般手机书籍画册等拿在手里看的媒介 dpi都会在300以上甚至是600以上 那一般广告烹饪电子屏显示器等 也就是那些不是拿在手里看的媒介 dpi会低一点在72-300之间 如果观看距离足够远的话 甚至可以做到20几dpi 我自己做巨幅海报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按照工艺商的说法这个尺寸这个距离做到实际dpi 都是问题不大的 对于一台相机而言 dpi的参数对于实际拍摄这照片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有效像素为2400万的相机 dpi无论是设置为72还是300 拍摄出来照片都是6000x4000个像素的一个文件 这个参数只是关于图片显示或者打印精度的一个数据 而在现实中大家在展示的时候一般都是根据显示器的分辨率 或者打印机设定的一个参数来自动缩放的 所以说这个参数和拍摄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对于相机的CMOS像素的密度还是有很大意义的 这里就引入了第三个概念 也就是像素质量的划分与区别 这里我们不去具体的计算dpi的数值 就以最常见的M43 APS-A和全画幅为例 全画幅的尺寸是APS-A的1.5倍 是M43的2倍 那么在相同的像素级别的前提下 画幅越大每个像素的面积就越大 并且密度就更低 可以直接理解成更大的面积可以获得更多的光线 更低的密度可以让每个像素之间的干扰变得更少 从而获得更高的成像质量 虽然说半导体的工艺以及算法是在不断优化的 但是密度还是一个最核心影响的因素 这个概念转换到实际的pi中 以有效像素相近的CMOS为例 例如M43的ISO为1600 APS-AISO为3200 全画幅的ISO为6400 在100%放大的前提下 画质对比是比较相似的 同样的100%放大后 全画幅的2000万像素会比4500万像素 在相同的ISO下有更好的画质表现 这里要注意的是 百分之百放大的画质 在后面和像素合并的话题里面会有一个交叉 根据上面的分析 大家应该也可以想象一下 比全画幅大了三分之二的中画幅 自然就有了承载更高像素和质量的一个基础 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成熟 那哈苏X2D100C这样一个承载1像素的中画幅 也因缘而生 为了承载1像素的高速写入 这台机器索性在机器里塞了一块1T的固态硬盘 不然照片写入的等待时间和CFE卡的发热和功耗也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那这里不用纠结1像素是否有实用的价值 这个就是对简单技术的探索和追求 就好像回到十几年前很难想象到全画幅是可以做到6000万像素的 而现在的全画幅已经开始步入3000万像素的时代 当然再怎么进步都还没有达到逆天改幅的程度 顶得就是相同像素密度下越来越好而已 但是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小朋友 那就是富士同学 他的APS-C真的是有实力 PK一些入门级的全画幅的 那么同时代的APS-C 基本上是被他这个小胖子按在地上摩擦的 我发现很多人会吐槽高像素的机身的高感表现比较差 那百分之百放大的时候会明显噪点更多 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但是也没有多少的意义 因为实际的情况下 照片不是用来百分之百放大观看的 而在实际的应用中 更高的像素除了可以在低ISO的时候 实现更多的后期的裁切空间之外 也可以在高ISO的时候通过像素合并 来实现降低噪点的效果 同时光影的后期空间也会变得更大 大家调整肉文件的时候都会发现 提高阴影的时候会大量的增加噪点 那这个时候依旧可以通过像素合并 来实现噪点减少的效果 那么这个技术放到手机上的时候 还会有一种变形 那就是利用小CMOS的高速读取 加上IC和CPU的高速运算 从而实现比较低延迟的像素合成 多帧合成等等的降低噪点 和提升动态范围的操作 再通过AI的算法 给出比较符合拍摄场景光线 以及题材要素的比较逼真的照片 甚至是视频 当然这不是一个新鲜的技术 但是算法的调教 的确是一个有很高上限的东西 那么iPhone14 Pro 这个四合一像素的4800万像素的主摄 大体上就是围绕着上面说的这个逻辑而来的 为什么说并不新鲜呢 这个技术我在用Lumia 1020的时候 诺基亚已经在用了 可以带来非常好的画质 当然现在硬件和算法比起Lumia 1020 那个时代进步了不知道多少 自然也会有更好的效果 至于苹果的相机画质升级 作为一个长时间使用6s 8P 11和13Pro的用户 我觉得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苹果的确是在影像领域有自己的技术储备的 所以说它可以做到计划性的让产品稳步的提升 我觉得这里主要的工程就是库克 不能否认它为苹果商业上成功带来的贡献 它的出现让苹果从一个生产爆款的公司 变成了一个可以引领行业的公司 但这也让现在苹果看起来没有乔布斯的时代那么的风骚 只能说每个公司在不同的阶段都需要不同的职业经理人 讲到这里很多小玩家问了 那你会考虑iPhone 14 Pro吗? 这里非常诚挚的告诉大家 只要我的iPhone 8 Plus 256G内存不满 我是不会换手机的 至于为什么家里还会有11和13Pro 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接着回到像素合并的话题上来 这里引入一个实际流通过程中有像素的概念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 我不会把R5上的4500像素图片 直接转成GP1G发给客户 甚至EME Mark II上面的2000万 XT3上的2600万 以及是ZVE10上的2400万 我都不会直接发给客户 除非客户是专业的印刷用户 他会自己去优化 否则一般客户我都会按照他的使用场景 通过后期软件进行像素合成之后再发给他 一般就是1000万到2000万像素之间 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求了 因为现在一般的显示器也就是4K 那么就是800万像素 普通的传单印刷也就是A3以内 这个像素已经是非常充足了 像素的合并不仅可以压缩文件的尺寸 更是可以实现噪点的抑制 而且可以获得更好的显示器预览效果 基本上所有的设备在显示图片的过程中 遇到高像素的图片都要做实时的压缩和渲染 一般采样的算法都是倾向于速度的优化 多少都会影响观感 那么像素合并就是一次前置的优化 这里不仅针对于商业的使用 对于网络发布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有些平台会压缩过大图片 或者会生成一张压缩过的小图 作为缩略图 有的比较抠门的平台 算法就会非常的暴力 也就是只追求速度 不要质量的算法 结果就是导致你自己看起来很赞很水灵的照片 发出之后就糊了 所以特别是2400万以上的玩家们 咱们可以自己先做一次优化 给平台也来减减负 关于文件存储问题 作为一个商业摄影师 是不是给客户输出了像素合并的精修图就OK了呢?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 大家是不会给客户长时间保存肉文件的 要么直接拷走 要么就定期删除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珍惜这些照片的 并且也想着会有不时之需 所以我会把所有拍摄的照片 包括JPEG和肉文件 都会定期的备份到我的机械硬盘里面 如果大家有在关注数码硬件价格的话 其实比起10年前 已经便宜了不止一个量级了 就现在的内存卡和硬盘价格而已 也算不上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 很多小伙伴可能在走出校园之后 就没有再关注过电脑硬件的价格了 所以说这里和大家再强调一下 无论是存储还是计算的硬件 比起之前已经便宜的非常多了 大家不要再舍不得拍肉了 更不要担心电脑处理不了 现在不要说图片处理了 处理视频的电脑也没有很贵了 那么肉格式文件才是锁住了时间的切片 蕴含的不只是后期的空间 更是一段宝贵的争议 而JPEG只是一个便于流通和传播的复产物而已 关于肉格式文件和后期话题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专题 这里就不做赘述 那么今天再单独来介绍一下JPEG格式 这是一个上古时代 就开始使用的有损图片压缩格式 虽然现在随着H265编码的发展 HERF文件正在走上时代的舞台 但是JPEG文件仍然是目前最主流流通的 图片方式之一 之所以叫有损压缩 就是因为JPEG文件输出的时候 是可以设置画质的 所以一张4500像素的照片 可以是21兆也可以是688K 当然也可以更大或者更小 这个会随着照片里的细节的多少而改变 一般大特写背景虚化的照片会小一点 全景的风光照片会大一点 以后不要再看到 6700万像素的照片 只有两三照而直呼造假了 记住JPEG文件是可大可小的文件就可以了 最后来总结一下 像素数是基础 DPI是图片显示和印刷缩放的比例 2400万照片无论设置为72还是300 它都是一张2400像素的照片 像素的质量会影响到 弱光的表现以及后期的空间 所以抵达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合理的像素合并是可以提升画质的 也可以让高像素的机器 拥有媲美低像素机器的高感表现 所以定位于纯粹视频领域的 Sony A7S3、FX3、F2T 都采用了比4K多一点点像素的CMOS 关于照片的存储 我非常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起 拍摄ROG式或者JPE技嘉ROG式文件 并且保存所有的ROG式文件 你今天可能觉得没怎么样 但是一年之后呢?五年之后呢?十年之后呢? 今天不做后期 十年之后也不做后期吗? 但是如果这些照片删除了 那以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这是我所有照片都保存了 超过十年之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建议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一样的精彩 值得精心的记录和保存 摄影不只是用光的艺术 更是和自己内心的对话的桥梁 发现那个稚嫩的 意气风发的 怀才不遇的 平安喜乐的多姿多彩的自己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在我的主页还有更多摄影器材 摄影教程 以及行业动态的资讯 我是能买货者七叔 记得保存好你的照片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